各位晚安 現在差不多下午點多了 一會兒十點鐘就播放 我先錄了一會兒在飛機上 今天是白三浴 我去英國那邊錄了一件事 剛才在灣區 三藩市灣區 剛才我去參加一個活動 這裡有個香港會館 差不多有六七十人 一半男一半女 基本上他們都是年輕人 全部都是年輕人 有些人主張獨立 基本上都是勇武為多 既然白三一 拿白三一的問題 我們唱了一些歌 然後獻了一些花 六七十人裡面 都差不多有一半是女孩子 女孩子或者女人 但是真是瞭不起 瞭不起香港的女性 實際上對這次的 所謂香港的爭取自由 真的非常之大 又有些大了小孩 很多有些是 在灣區的華僑 都不少 香港最近都不少 其中有一個女的參與者 就說 她說 由墨西哥那條路走上來 都不少 她說 這條路是通的 就說 不少手足 那些年輕人 就是由墨西哥那裡 入境 進來美國 就尋求政治庇護 她說這條路是通的 很多人就批評我 說 沒有路的地方 沒有秘密 在這裡 每天 七八千人經過這條路 就是安全的 就已經都有不少 不少人過來 就尋求政治庇護 又沒有什麼特別的困難 我覺得這個 這條路是通的 我覺得一天 拜登當總統 因為她想多些人 進來美國 投他們民主黨票 所以 這件事情 花命不追究 所以她來到 就造成很多混亂 很多人又夾走私 或者販賣人口 或者毒品 什麼都有 洗黑錢 但是我們 用這條路進來 爭取自由 我覺得 是 當然 不是 不是黑黑白這麼簡單 但是起碼她拿不到簽證 那些 這條路進來 要求政治庇護 是通的 因為拿簽證 不是那麼容易 每個人都說是容易不容易 搞到現在 真的拿簽證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她的過程當中 也有相當的風險 我覺得這條路 是繼續是通的 值得繼續上市去 我覺得沒有什麼秘密 很多人知道 越多人用這條路 是越好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 那些人批評 我不知道 可以暴露這條路 這條路 我覺得這些問題都沒有 全美國都知道這條路 全美國都知道這條路 是開的 全國安明 不是有民意的 每日 每日有七八千人 進來 而且大家都知道是問題 而 拜登華安明 就不採取任何行動 來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是他們的初衷 這個他們選舉的時候 說明 就不給吳豐 吳豐那個邊界 就任人進來 就說 這個是民主黨的政策 可以這麼說 那他就 真是做到了 美國好還是不好 這些我都無謂 我都無謂給意見 但是呢 起碼我們香港的人 過了一條生路 爭取自由 如果沒有美國簽證 你都可以進來美國 受到政治庇護 將來得到自由 他們說這條路差不多 三個月左右 就連同 本土安全 見了你之後 跟著上法庭 加加麻麻 都是三個月左右 就拿到身份 就可以在這裡打工 估計 再會肯定還會有跟蹤的 特別是雷線 沒有人趕著走的 這件事你們可以放心的 所以我覺得 不是 不是 因為我實際 今天他們跟我講的 我就沒有單單跟蹤的 但是他們說 這個消息已經傳到英國那邊了 或者傳到香港了 就有人只要你來得到密西哥 密西哥是不簽的 就是BNO和特區護照 是不簽的 那拿了之後就走過來 就這樣 就這裏我想提醒一下 那剛才我發三日 就真的是很悲痛的 到底死了多少人 被失蹤了多少人 沒有人講得清楚 所以我就覺得這件事 一定要追究到底 就血海深深 一定要有報仇這件事 我不管你 將來香港的法律 總之要報仇 公報仇也好 私報仇也好 什麼都好 一定要報仇 不可以這樣輕鬆報告 沒得談的 現在我就不是很贊成 什麼都要撿到正 這件事 將來要報仇就是要報仇 追究到底 這班客警 永遠沒有說過 現歸正傳 今天的話題 大家最近都看到了 習近平在這裏 可以這樣說 他在北戴河那裏 受到相當大的壓力 他在北戴河那裏 他在北戴河那裏 有三方人在對付他 第一就是 江澤民 曾經在北戴河那裏 曾經在北戴河那裏 是他戴河那裏 以前的戴河那裏 但現在都是的了 還有朱鎔基他們那批 所謂元老級那批人 他們也是他們的子女 他有非常之大的利益 在中國和國際上 在全世界非常之 可以這樣說 炸了很多錢 控制中國不少的工業地區 都是他們控制著 中國控制著的 包括香港 香港雖然 習派的兩個人來 這個只不過是拉雅人 整個香港本身 但是習派根本就沒有插進來 尤其是在金融、經濟、資本那方面 一點都沒有插進來 他在那個就是一幫 接著紅二代又是對他有意見 又說你和美國吵架 等我們又不能去美國 我們在美國的財產 就分分鐘被人凍結 那就是這幫人 就給壓力給習近平 接著還有脫派 就是李克強那幫 他們就由團派升上來 現在中共的官員 在香港政府的官員 大部分都是團派升上來的 那這幫人 受過共產黨的 所謂栽培 培養 一直上來 那這三幫人 都跟習近平過不去 就是說你怎麼搞成 對國外 對國外都搞到抗議 疫情又搞到全世界都是 那變了他呢 實際上他這樣鬥 他鬥不過 他又搞這些東西出來 所謂第二次文革 所謂 提倡在很多相似的地方 來用這些手段來奪權 來攻擊他們那幫人 攻擊那三股勢力 攻擊他們 因為他們說他們參與 說他們腐敗 說他們不是走回共產黨那套東西 共產黨那套東西 比較踏實 只是講炭量 農業工業的生產 就不應該搞這些 所謂資本主義的 意識聯態的行為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用這些來攻擊他們 分成拉進攻艇 又攻擊他們的生意 你看到現在一行一行 他每天都在那裡攻擊 把他們搞到他們聽聞 那些股票跌到一頭不頭 那些股票實際 一部份就是中國政府 另外一部份實際就是他們家族統制 話就說上市 實際就是他們家族在那裡控制 根本就不是老百姓首領的 很純粹的 那現在就 用語招 所謂對付他們 也可以說 現在的共產黨就不斷都是權鬥了 不斷都是鬥爭 那它用這招呢 就是說走左那邊 利用呢 就向左轉 就採取這個 極左的操縱 來對付這班 記不得你的 記不得你的 也可以說是 中國的深層次的建制派 它用這些手段實際來對付它 那這個是手段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有 在他們身上奪回 那大家都清楚了 當日毛澤東都是同樣的情況 而想 毛澤東當日的處境 那些人 還慘 比習近平 還慘 他基本上 他都是拿著兵棍 這個差不多 但是 那時候 剛剛餓死了幾千萬人 所以大家 就說他做得不對 就基本上加兇了他 加兇了他 搞到他 劉少奇 當日 劉少奇 鄧小平 包括周恩來 全部加兇了他 搞到他 顧家寡人 在東中南海唯一 就有個兵權 兵權 他就有林彪 作為國防部長 作為城計人 他就 就是唯一靠兵權 那不捨 兵權你不可以出兵來 你打人殺人的 他就偷過上海 上海就是作為那四人幫 上海那幫人又還滅了 偷過方前的老婆 跟他一班 他打擊了人工 最近兩學生 八道的學生 搞出兩班 所有兵權 所有 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都 都有一定的 所謂 那些政治派的濫權 還有 就是一定的腐敗 那時候都搞腐敗 當然跟現在就沒有拍比 那時候金牙又小 腐敗的程度 沒有那麼多東西 淡不然也很窮 那時候中國 那就變了 但是他用這些 說他們思想腐敗 又說他們和外國勢力 說劉少奇奇 和蘇聯 那時候也和蘇聯 說用這些借口 然後呢 就鬥 就是 批個人 批鬥 那這次呢 這次的結果呢 就死了很多人 整下劉少奇 但那時候 很多人都是 都被他鬥死為止 但是鄧小平呢 暫時呢 他就保住鄧小平的 就是想用鄧小平 就知道鄧小平的 所以就 就 就正是 拿他去 放了他那些農場 那些工作 或者工廠那些 港西工廠工廠 那就 沒有要他們 沒有要他們 但是那次鬥爭呢 就激烈到了 整個中國都進入無鬥 就是說 有時候去拿那些武器 工廠工廠 拿那些武器 但是他就鬥了他們 我們香港那時候 見到那些屍體 由川崗衝進去 香港的朱崗口 那些屍體 他們一直有 港西最小 打到成人 鬥了他們之後 拿些肉煮來吃 而那個 現在就是 就是 我們是真的共產黨 你們是 敗敗了共產黨 所以我們現在要 和你們 清全 你們 要鬥你們 所以那時候 就是所謂 習近平的老闆 他以前不是 不是因為 之前就被人抖了下去 但是因為他是西北軍 西北軍 那麼毛澤東 就很鬼 即是積了很多 就是引氣吞聲 那時候在陝西 在長征之後 在陝北那裡 就 吞了很多 引了很多 他們的氣 因為他收留他們的手 毛澤東 他們長征 然後他們出到來 直至全部是報復 共產黨是一種報復 但是我上次都說了 習近平 習家 鄧家是有手的 當然 他們西北軍 包括高剛 習仲勳 他們被 被陷害 鄧斯基那幫人 但是 第四位 劉斯基那幫人 是有責任的 在後面 就在那裡 督手指 他後面 就在那裡 打掃到他們 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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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班 西北 全部 要死的 集中分算是好的 16年 就撿回了命 所以呢 就 現在 習近平做的事情 根本就是 完全不符合 人民的福祉 完全不符合 國家的經濟 搞到 為了 權鬥 為了個人的權力 權力 就 什麼都做了 那又不可以全都怪他 這套系統 共產黨這套系統 是沒有一個合法 是一句不說法律 所以 沒有可能有一套合法 而且是有系統的權力不交 他們就是靠那麽鬥 一鬥一鬥 四面八方 就這樣鬥 就鬥到最後誰可以站住兩邊 那個就是做一段時間 所以不斷就鬥 那這套東西鬥爭的過程當中 犧牲了國家的經濟 人民的生活水平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 1977年 就是文化大大 六、六、七年 我十年 我那時候 七、六年 即是七、七年我進去 那時候開創的時候 已經是 可以這樣說 就是 這個經濟是千瘡百紅 紅到真是 我們香港人最清楚了 我們不是你們這代 我們不是你們這代 但是變得很大那代 那些 那些 只是不要說我們 那些大學生活好一點的 那些工人 真是 真是救命恩人 過年過節 不斷擠擠進去 每個週末 不斷擠 我也是 推了不少罐頭進去 每個星期 所謂 就是 放了開 就是 給罐頭 之後 毛巾 寄回去 油 真是不夠成 完全不夠成 過了一頭 那些人 但是 總之是沒有什麼都沒有 總之 過了一些 給我 但是 但是 他們毛澤東 為了權鬥 根本就 不理經濟 但是習近平 是完全一樣 這些根本就是 懂得中共歷史的人 完全明白這些 你這樣鬥發 經濟怎麼會好 你通學俱理 沒有人去做政經事 每個都保護自己 你說那些習近平 都在保護自己 他有什麼事 連任不了 好啊 給人 整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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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玩完 共產黨 你要所謂 比較 生活過得好一點 你就是擁有黨員 擁有職位 然後呢 你站在那邊 就是剛剛 站在那邊 不是站左邊 如果你一下子 鬥到 你上面那些人鬥到 你所有的 分多年 女職的關係 特權 全都沒有 而且分了 什麼都沒有 你看看 很多 很多 跟習近平 過不去的 現在全部在 坐牢 就是說 鄧小平 那個 外宣 外宣 女的老公 沒有 不要廢 不少廢 不少廢 有 有 都什麼時候放出 分分鐘 啊 又沒有命 出來也不知道 那就是鄧家和習家 的一個 一個 一個仇恨 接著 一會兒 還要推翻 所有鄧小平的改革 開放 我整個 可以說 差不多三年 包括 江澤民 還有 吳錦濤 加江澤民 三十年 的改革 開放 全部 他覺得 硬要推翻 這個 實際裡面很多 思念 共產黨 動不動 拿 公佈事實 說 就說得很漂亮 又說 玩探戶啊 又說 共同 公父 是吧 但是 他做的 全部都是 有針對性 這條有好的 客服 我們他還沒做 美食 在福建的時候 我們就認識他這個 我們就知道 到底 趙薇呢 他這次搞笑不了 是不是因為得不到呢 所以 搞得他這麼差 有些事情會發生的 黃光明就是這樣 就是劉少奇的老婆 那天是漂亮的 就是那時候那些上海妹呢 就去延安去參加共產黨的 那就給劉少奇 自己的老婆 給他 是 給他搭了 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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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光明也挺漂亮的 真是 他不是很漂亮的 真的 真是很漂亮 就是 算是 就是 就是 有 有 有教育的民間 懂得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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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沒得到 他就有意思了 之後呢 解放了之後呢 經常都請他來 中樓那些遊說 他那裡遊說 他那裡遊說 又說和那些小孩遊說 遊說 實際就是 實際就是 好色 二朋友好色到離譜了 你最近都看到了 是不是 有一個叫做什麼 李梅 是吧 又一路由 廣西又一路殺到你 搞到 這樣 共產黨 出現八個 好色自徒 你相信我 完全 什麼道德都沒有 專門 叫他老婆 的 那麼 當時 他得不到黃光明 因為 劉少奇都盯著了 他突然就公布尸首 搞死你 搞死你那個 吳鬥小奇 那江青就知道 毛澤東喜歡 王光明 然後江青呢 和四人幫的營養 沒有了 王光明 又是 又是 就是 打壓 打壓批鬥 鬥到一頭 王光明又被人鬥到一頭 這些就是他們的 永遠都是公布尸首 所以這次呢 特朗普說 不准做這樣 不准做那樣 全部都是 他自己沒有的 他是妒忌 妒忌就是內宗 就是這樣 妒忌到你了 那些人 他說你馬運 你怎麼可以這麼威水 分分鐘 他妒忌馬運 那個影響力 這樣就 一個人都妒忌 所以他對付的人 都是他妒忌的人 所以 口頭就說 那些人有貪 那些人不准做 那些人不准做 我看馬運 那些人 肯定是過去 過去那十幾個年 馬運 就是被他 就是他就是妒忌 馬運妒忌都不准 最近大家都在航州 馬運很成功 完全 完全那個明星 馬運是國際人 國際風雲 完全開過習近平 所以妒忌就不得了 現在不是一直在航州 所以馬運都是玩的 永遠都不用出來的 這輩子是玩的 一天習近平在那裡玩 就很簡單 一路都在航州 那些人可以補習 他見到人家 你有錢可以補習 他小時候連中學都還沒讀 當然是妒忌 都關了這個部署校 這些都是很明顯的 所有的 明星 那些小孩子 把遊戲 他小時候沒有打過 他就在那裡 就是他要 就是不給人教育 也都是他自己的心理狀態 他要看得很不信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很重要 到最後 當你的權力是無限的話 你的慾望就絕對無限 你穿什麼東西都可以 有時一時之快 你就可以做到大決定 當日沒有震動就這樣 史太林 都是這樣的 他權力大到的程度 他可以為了一時之快 你犯救 他做很多很多事情 有每一年 我不用得到他 那現在呢 講回去了 就是那個 今次 我看他交到年底 差不多 整個中國的民心 對 習近平也好 對中共也好 就是那些人民都開始看到 是權鬥來的 這樣就 徹底 可以說徹底失望 他看著劉大有跌 你看著他 他跌得很厲害 又不給出國 又不給學英文 又不給社群出去讀書 那些劉大是眼睛說明的 看得清楚了 所以可以這麼說 到了今年年底 滿身正勝